我離開香港,我去機場時,我戴上帽子、帽子、太陽眼鏡、口罩,什麼都戴上 因為我真的很擔心,我會不會離開香港 很擔心就是我拿著香港身份證 然後我去到閘口,因為我也不敢去找職員 我覺得很恐懼,因為我在閘口被人踏回深圳 我就選擇E通道,E Channel 我當時很緊張,我把我的身份證一卡進去 開不開呢?開不開呢?開不開呢? 因為當時在西九邊境的時候,突然間亮紅燈 然後警察就離開,民警就離開 然後就開始把攝錄的鏡頭放在肩膀上,我就知道出事 那麼機場,我心想開不開呢?開不開呢?